位于明古屋市中心的中部电力Mirai Tower,原名明古屋电视塔,不仅是日本首座钢级约电波铁塔,更是这座城市的历史见证。 它自1954年完工以来,已经出力超过半世纪,见证了明古屋的繁荣与发展。 明古屋的先锋,中部电力Mirai Tower 中部电力Mirai Tower的历史可追溯至1953年开始的建设时期,当时由于设备不足,所有工程皆靠人力完成,甚至连塔的地基都是用最原始的工具挖掘出来,真正展现了早期工人的毅力与智慧。 该塔于1954年6月19日完工,是日本最早的钢级约电波铁塔,比著名的东京塔和炸黄塔还要早数年,无疑是当时技术的先驱。 尽管2011年随着模拟电视讯号的结束,电视塔作为电波塔的使命告一段落,但它的象征地位始终未变。 如今,Mirai Tower仍是游客心中的明古屋地标,拥有地上90米的室内观景台、天空甲板,和地上100米的室外、天空阳台,在这里可以俯瞰明古屋的市景,尤其是夜晚时分,灿烂的灯光秀更是让人沉醉其中。 重新蜕变的Mirai Tower 2020年,明古屋电视塔经过大规模的防震加固工程后,华丽转型为Mirai Tower,重新向大众开放。 此次加固采用了世界首创的施工技术,确保建筑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同时,提升了耐震性与安全性,让游客能安心欣赏这座城市的美景。 都市中的自然绿洲,绿洲21 与Mirai Tower相距不远的绿洲21,是一座让人能够放松心情的都市综合设施。 这个于2002年建成的地标,以水之宇宙飞船为主题,透过流动的水与玻璃屋顶的设计,营造出宛如浮在空中的梦幻景观。 游客可以在14米高的空中走廊漫步,从不同角度欣赏名古屋的繁华市景。 屋顶下的银河光场,常常举办各类活动,周围则有众多商店提供多元购物选择。 草坪与花坛环绕着这片空间,春秋两季更是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色。 游客可以坐在长椅上,或躺在草地上,仰望都市间的蓝天白云,享受片刻的宁静。 便捷的交通枢纽 绿洲21不仅是明古屋的都市绿地,还是交通的重要枢纽。 设施半地下设有巴士车站,提供明古屋室内巴士及长途高速巴士服务,让旅客能充分利用等待巴士的时间,享受都市中难得的悠闲。 中部电力Mirai Tower与绿洲21,这两个截然不同却互补的景点,展现了明古屋现代与历史,自然与都市的完美融合。 不论是想感受历史厚重感,还是寻找一片绿意盎然的都市绿洲,这里都能满足您的需求。